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在过零月前 有个希望工厂的朋友 他希望我们慢慢可以帮他 做一个新的仪肢 眨眼过零月已经过了 新的仪肢就已经更好 究竟阿明着上了新的仪肢 行动舒不舒服呢 他的感觉又会是如何呢 我们待会一起来看看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呢 要下一步仪肢是非常简单 但是对一个身体的缺乏的朋友来说呢 要下一步仪肢非常简单 今天恭喜阿明 因为阿明已经有一个新的仪肢 他可以好像普通人一齐行动了 感觉如何呢 很开心很好的 以前的仪肢应该是 差不多十年了 八年了 八年了 因为现在新的仪肢 我知道你开始还没习惯 最主要是什么原因 没习惯 就是 旧的仪肢做得很舒服 新的仪肢 一刻不习惯 是的 因为支援的仪肢不一样 所以加上呢 以前你的脚板是坏的 是 所以他用了自己的这个 这个 去做了一只假的脚板 所以脚板是硬的 那你走的时候呢 他要抬起来走 抬起来走 那这次呢 我们做的这个是软的脚板 所以他没有适应到那个脚板的软度 可能你都会有点害怕 是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当脚板软的时候呢 你可以接住 接住 普通人呢 你会这样抬起来 让你走得舒服 可能你怕 不知道他抬起来有多软熟 可能会掉下去 有没有那种感觉 有 是 那当然了 我们最希望的就是 阿明呢 可以尽快试验他这一只 新的言之 那便尽快呢 可以投入自己的这个工作 那工作忙不够 就是过来 忙不够 忙不够 那祝你身体健康 有什么话想跟Mai Fan说 很多谢Mai Fan的工作 也很多谢 扣我们的朋友 如果没有他们来看 我们都得了一些 之外 是 我们看到你的脑子 走得回呢 其实我们都很感动 加油 加油 牙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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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